嘿大家好,我是泡泡 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失业率高,到处在裁员搞得人心惶惶 今天一个粉丝跟我发私信 问我公司如果裁员会优先裁掉哪些人 那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有下面的五类人在裁员当中很容易被公司清除出局 第一类,35岁家的人 35岁危机不是说说而已,是职场真实存在的现象 除了公司认为比较核心的人员 裁员肯定先选择35岁家 工资高贡献少的员工 这里的贡献少是公司认为你的贡献少 不过35岁这个年龄确实比较尴尬 因为毕竟不是20多岁的小年轻了 体力精力等各方面都断崖式的下降 难以胜任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然后35岁家的人又接受不了很低的工资 所以企业裁掉你之后也能减轻用人成本 公司通常的手段会以你业务反馈不好 压低你的绩效 以潜力耗尽为理由 开始劝退 第二类高薪水的人 比如说中高管 假如你的企业组织过于庞大 高管拿钱不办事 或者业绩迟迟迟上不去 那么裁员就先裁高层 因为裁掉一名高管的成本 相当于养活3到5名普通的员工 所以高管也是高危啊 当然高管被裁掉是不难找工作的 但是想找同行业同水平薪资的岗位 那就不容易了 因此不要觉得高管就高枕无忧 每天压力也非常大 除了高管 只要在公司拿高薪的人都不安全 如果招聘你进来的时候 就是高薪招聘 可能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岗位人员缺失 不惜花大价钱先招你过来 这种也是相当有风险的 还是那个道理 高薪岗位高薪人员 无论是辞退你还是给你降薪 就一个理由 节省成本 拿下你一个能留下来好几个 第三类 非核心岗位 大多数公司裁员肯定优先裁岗位 不是特别重要或者工作量不大的 取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组织架构优化 非业务型的职能部门呢 这个时候最危险了 首选在裁员的名单里面 比如说人力啊 行政啊 法务啊 财务啊 物流啊 仓库啊 等基础岗还有一些其他的非核心业务部门 减少部门内的一些综合性或者助理性质的岗位 比如说经理助理或者商务助理 销售助理等等 这个部分的工作呢 就由整个部门来分摊 第四类 老实人 公司裁员呢 最先被献祭出去的就是那些低头干活不反抗 让干啥就干啥的老实人 留下来的反而是那些平日里非常会舔上级 用嘴干活的嫡系 道理很简单 什么样的领导呢 就喜欢什么样的下属 想想这些领导是怎么上去的吧 低头干活的老黄牛呢 能上得去吗 明显不能啊 有的人呢 是低头干活赚辛苦钱 而有的人呢 是把职场玩得明明白白 这类人擅长揣摩上面的想法 想领导所想的事 老实人不懂 心里想呢 只要努力干活 领导会看到的 结果指标下来 通常呢 是先被领导献祭出去 以保全 嫡系 以及那些呢 会奉承领导的人 第五类 工作年限较短的人 比如说毕业生啊 实习生啊 新员工啊 这种员工呢 基本上不是公司的核心人员 裁掉这些人 几乎不会对公司的组织结构 造成冲击 另外 他们的经济补偿费都不高 裁掉他们还能给公司的正式员工 敲响警钟 实现杀鸡警猴的功能 一举三得 好 以上五类人呢 就是公司裁员最先优化掉的五种对象 其中有你吗 如果有你的话 那你需要重视起来了 想好 对策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